他们警察公权力我都觉得比我们台湾大太多了 我们这边警察人家都不厉害 哈哈哈哈 像那一次他们这样烧 我们就他们整个当场大乱 他们也是正报警察就去把它围起来 能够围起来 然后当天就解决了 可是他们的百姓 自己也知道自己 因为当时的没办法控制 所以他们就开始自己就上网 然后就被警察公权力 全部去把当场明天早上以前要恢复症状 那这样子也是能力 等于说他们的能力素质蛮不错的 对手法式的观念 对手法式的观念 然后警察 那可是他在奥运那一年 我们赢了 大家狂欢 狂欢的时候警察也让他们欢 也让他们整夜 然后还把整个当场全部工作 就是交通管制 然后还有一条 围火桥很大的桥 主要的桥 也全部封锁 就让他们去毫毫一个整夜 所以他们有他们的民主 可是相对他们也 你要在合理的范围之下民主 你不能 就说你要怎么样毫毫 我可以给你 可是你不能去搞破坏 当你搞破坏 我就是抓 怎么样的破坏是 像他们那次訴求嘛 第二年就去年訴求 宝败 对 他就把那个橱窗 就把它砸破啊 砸破啊 然后放火烧还烧警车啊 哦 这是他们不容许 他马上震报警察就过来 就把他抓走了 所以他们 他们是有很多种东西 那那个的话在台湾也是一样啊 如果你真的这样 一样嘛 这跟台湾没有什么不一样 对 我觉得这没有不一样 可是你不觉得台湾 如果震报警察出来什么 他们也是当场打 他们警察是会当场就真的打 可是台湾你说一打人 他们是不是就讲说 台湾打了 警察打了 你不能怎么样怎么样 就开始 我就觉得舆论剧 就很多都出来了 那像 像我 有两次是我自己亲眼看 因为我那时候 第一次我是住我和他们 那我楼下是公车站牌 那公车站牌 我怎么听到声音 我就偷看出来 我想 欸奇怪 怎么有人 就把一个人就压在地上 我说 他们发生事情了 他怎么会把人压在地上 然后我就觉得 我就叫我儿子哪 你赶快看 一下子警车过来了 全部回住 然后那个女警 就把那个女的就 一抓就走了 不讲 然后就当场就走了 结果原来是 他们在公车上打司机 嗯 他在公车上打司机 结果公车就停下来 马上把那个女的抓住 当然 是压在地上喔 嗯哼 他是压在地上 就给他叫手繁锁 这样把他压住 那你说 那你说 要是这种事情 在台湾可以吗 不可能发生 他们讲 然后像 有一次是在我家 前院 因为我们家里 有一个梦很近 你公公好像要去上厕所吗 可以 他知道哪里可以上厕所 因为我觉得他找不到 嗯 嗯